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今天天比较阴 马上就要下雨了 好 那么昨天呢 我们聊一个话题说 是这个有道 行道 寻道 行道 悟道 和这个悟道 悟道 然后得道 得道观观 悟道 这个道 道里的道 道家的道 那么太极拳有朋友说 明哥能不能具体聊一聊 怎样去悟这个太极的道呢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 怎么来悟这个道 那么 当我们太极拳的遭受呀 套路呀 非常非常熟了以后 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互道的过程 互道的过程 那太极到底在哪里 那不是在套路里 它在哪里 那么 寻 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 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间 怎样悟这个道呢 悟什么东西 那就是说 有朋友具体的说 我悟什么 悟太极是什么呢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 这个具体 我们说明哥聊太极 不谈实际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那么实际我们悟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走路 那么我就悟到行悟 行走坐卧接太极 那么我没有再大套路 但是呢 我在走路的时候 就是悟到这个 走路的时候 它每一步 哪个地方松 哪个地方紧 对不对 那么我们 散步的时候 我们干活的时候 误这个行走坐卧接太极 误这个 这个 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桌子上 放的东西 我去拿东西的时候 就是分心了嘛 没有注意 手一抬 这个桌子 差点先翻 我当时呢就是误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 诶 无意的东西 是我无意去掀这个桌子 我去拿桌子上的东西的 但是呢 我离桌子太近了 手一抬把桌子碰差一点 这个桌子很重 但我没用尽 它怎么会两个腿离地了 这个桌子 哦 我误到了 这个无意之中 是有东西的 是有东西的 我误到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误平时 我们在打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误这个什么呢 诶 我这个心气 怎么才能够心平气和 诶 怎么才能心平气和 诶 我今天不太想练拳 不太想练拳 诶 也没心事练一心的事 诶 怎么办呢 哎呀 马马虎虎的练一练 晃一晃 诶 我发现啊 诶 这时候是心平气和了 反而是这个 这个气血呀 这个气机呀 反而是平衬了 诶 舒服了 诶 误到了 哦 这个心平气和很好 误这个心气 那么我们 我们平时 我们在这 打拳的时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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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我们 诶 蹰 鞘 脚 脚 跪下去 突然觉得呢 诶 诶 买 没有心境了 诶 诶 练的时候呢 就ئ 松松咪估的练了 感觉这个脚跪下去儿 诶 忽然感到 我这个身体啊 这个 胯呀 腰呀 肩呀 什么东西 都放到脚里 都到脚底下,误导,把身体松下来,肉都是挂在骨头上的 误导,具体的太极拳里要误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要体悟,要寻找这个东西特别多 误心气平和,误身体松开,误各种静 刚才我讲的先桌子,误这个静 误这个态极的道,它里面好多好多东西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锻炼腰,锻炼腰 到这里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对不对 误,那么我,但是呢,我平时却不是很是松下来的 我不是去锻炼的时候,我忽然想一想,诶,我的手机放哪去了? 诶,我原来放地上的呀,总没有了 可是这时候,我的眼镜向后看手机的时候 突然感觉我的腰的过程,我的腰转动的距离 比我用镜转的还要大,误导,误导什么呢? 误导了神意的作用,哦,这个太极宣宴,神意确实是有作用的 是有作用的,对不对?是有作用的 这就是神意,误神意 诶,你就能误导 那么是不是像明哥这样说,你想误导了就误导了呢? 不是的,而是你天天误导,我天天误导 偶然有一天你误导,你就得到了 这就是我们太极宣宴说的误导具体的内容 太极这个道,我们只误导它的具体内容 那我 平常我们聊过,我们太极宣宴,手里要有东西 手里要有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这时候,给你一个东西 这时候我的身体全是松的,我只是扁东西又没打开 哦,感觉到,我的妈 哎呦,感觉到,这个,哎呦,我手上有东西 反而全身,这个,从这个,脚到手 诶,进入通了 误导,这个进入了 误导是太极的各种劲 各种劲 我刚才还是说过,不是你想误导就误导 内容,内容 主要用骨头打拳 我用骨头打拳 我天天不知道怎么才能用骨头打拳 哦,原来我把这种气肉全不需要 身体都是一个骨头架了 我动的时候只是骨头动 只是骨头动 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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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炉香气呀,什么蓄力的 你啥都没有 哎呀,骨头动一下就行了 误导了,哦,原来这就是用骨头打拳 误导了,用鸡椎打拳 用鸡椎打拳,用鸡椎打拳 用鸡椎打拳,天天误 怎么样呢 你有意去练的时候 你鸡椎周围的脊椎都是紧的 裹着那个鸡椎,动不了 那个鸡椎打拳 你鸡椎首先要活动 要动,对不对 要动,对不对 那个鸡椎,那个鸡椎是要动的 那鸡椎要动了 那只能找到那个鸡椎 诶,你天天这个误 哦,你哪一天 哦,从脚松到头,大家都松了 我伸的动 我手,脚不动 我伸的一动 哦,找到了,哦 这个伸的动 鸡椎先动 鸡椎一动,伸的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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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么你误导了鸡椎打拳 怎么样用鸡椎来打拳 对不对 这就是误导这个鸡椎的作用 对不对 你想想长腰,腰要从小长到长 越长越长 对不对 原来我的松腰命能往后挺 只是松那个命能的一点点 慢慢那个腰越来越长 哎,你天天早晨怎么样 那个腰才能长呢 哦,这个腰慢慢地误 误过以后你感觉到 哎,忽然有一天 不是用内门一点了 而是整个从头到脚 这么长的腰都在动 它都在动,都在动 哦,误导了哦 原来这就是掌腰 对不对 嗯,是不是 那么,这个东西就 你误导了,每天复 你误导不要紧 你只要每天修 它终于每天会复到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这就是太极的道正门修 你去你的误哪些内容 误哪些内容 对不对 那么,你像松胯元当呀 开胯呀,都是误 你自己去误出来开胯 你真把身体松开了 它胯就是松 你天天去松胸 也去松胯 那胯实际上是紧的 胯周围的肌肉都是紧的 那么,你有一天 哎呀,没劲了 这个地上都是泥 走路的时候 哎呀,不要 不要把泥甩到裤子上了 哎呀,不要甩到裤子上了 像带一个脚镣一样走路 像穿个铁靴子一样 把它慢慢地拿起来 哦,哦,原来这个胯 原来是这样就松开了 哦,这就是用胯走路了 哦,怎样用胯走路 哦,原来这就是用胯走路 误导了 太极弦路 方方面面的东西 都是误导的过程 误导的内容 这位朋友说 这个怎样具体的误导 太极拳的道 就是这样具体去误 具体去误 那么到最后 你误的东西越多 你身体越松 那么越松越开 越松越近 越松的层次越高 那么你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觉得 这啥都没有 我一打拳 我就是松开了 哦,原来呀 原来是无道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哪有啥东西 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反而全身更松 误导这个虚 误导这个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误导的整个的内容 但是不是我说这些内容 是我没说到的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你去误 需要你去误这个太极的道 太极的道 这个每天持之以恒 不要多长时间 就是每天你心要放在这上面 松脚踝 脚踝好多朋友问 脚踝怎么松呢 你哪一天踩到一个坑 你没有使用劲踩 你感到这个脚踝松了 那就这样误了 方方面面很多很多 要永远都误不完的 永远都误不完的 误不完 原来我们踢腿 练武术 打拳不踢腿 一辈子冒失鬼 那么你踢腿 用很大的劲 踢不高 哪一天你反而没用劲 踢起来以后 你没用劲它高了 哦 原来就松开了 你这样的取误 这就是它具体的内容 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需要误的太极的道 远远不止我今天说的这些 还有很多 好 那么关于 怎样具体的误道 太极的道 具体的是哪一类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收藏 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